1986年冬日的一个晚上 两个30岁出头 在沈阳火车站跑个体运输的男人 在附近一家餐馆喝酒发牢骚 他们又老生常谈的聊到 这么挣钱太遭罪 而有些人发财太容易了 心理的不平衡 在酒精的催化下越发抢烈了 两个男人 一个叫汪家林 一个叫孙德林 两人都认定去抢 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但要想抢得顺利 就要先搞到枪 汪家里的计划是霸王硬上弓 直接找一个腰间鼓鼓囊囊的 上去就弄死 比如他们喵上的附近某派出所所长 而身材更高大 更强壮的孙德林 属于更有头脑的那一个 他提出先抢一辆车 开着他去撞警察 警察被撞死 枪不就搞到了吗 而且看起来更像是一起交通意外 而不是恶性案件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谈论抢劫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顿酒之后 他们真的行动了 两人去肉铺偷了把尖刀藏在篮子里 用报纸盖住搭长途可车来到府顺 到了之后 他们盯上了一辆出租车 谎称要去远郊办事 那位司机长发飘飘 很像是当年街头典型的霹雳舞爱好者 他还以为这次等来了大火 一点戒备都没有 到了四下无人的郊外 二人按照事先的设计叫停了出租车 一人突然从后座用绳子紧紧勒住司机的脖子 另一人在司机门外的位置举起凶器 猛刺司机的要害 随后抛尸路边 没想到汪家里却发现 这车怎么着也发动不起来 他们无心耽搁 只好弃车而逃 就这样 枪车袭警夺枪的计划 就夭折在了第一步 而年仅28岁的朱姓司机 无辜的成了孙德林口中的一件忌癖 他的死成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 系列恶性案件的开端 孙德林这起大案实际的主犯 有着那个年代社会失忆者的典型特征 他出生于底层的家庭 赶上了停课闹学潮 没正经读过几天书 就成了下乡之亲 在农村也是好异物老惹是生非 这么一待就是九年 孙德林成了最后一批反乘之亲 像他那个年龄的很多男孩一样 他从小就喜欢打架 以出手狠辣而远近闻名 老早就因为打伤人被送去劳教过 回城之后 孙德林烧了记载自己各种污点的档案 去到了父亲所在的沈阳铁路局上班 打算好好工作 那段时间他在单位的表现也确实不错 很快被提升为了大修段的段长 竟然是队长 副经理 而当组织想进一步提拔他的时候 却发现他有过劳教的暗底 那一个人身上有过污点 就永远也洗不掉了吗 孙德林感到很沮丧 他办了停薪留职 想依靠个体劳动致富 而不幸的是 在跑个体户的日子里 他的心理上发生了倾斜 社会转型时期 他眼看着有一些人暴富 心态进一步失衡 孙德林在家庭中是一个负责任的兄长 父亲和丈夫 他太想快速地改变全家的贫困了 可是他又有赌博的习惯 很快就债台高出 就在这个时期 孙德林遇到了汪家里 两个人有同样的志趣和抱负 长期私混 惺惺相惜 成为了一对密友 在一起便满腹牢骚黑化连篇 谋划着改变现状 干点大事 为了协同作案 汪家里把他哥汪家人拉入了火 这个汪家人姓好女色 经常出入一些风月场所 流连忘返沉迷其中 然而囊中羞涩 不能一掷千金 汪家里拉他入火 汪家人觉得郑重下怀 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另一名成员 汪文旭 跟汪家人是师兄弟的关系 也有钱科 曾入狱17年 可惜多年的监狱生涯 没能让他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汪家人找到他之后 他毫不犹豫 马上同意加入 就这样 四人组成立 欲望开始转化为罪恶 他们干了几起 盗窃和入室抢劫 带着赃款到南方去买枪 但是却并不顺利 一再遭遇欺骗 甚至是黑吃黑的凶险 后来 他们到吉林等地 分头买了几把双筒猎枪 用车床锯成了短枪 虽然不太趁手吧 但总算有了 惺惺念念的热兵器 1994年6月 汪家兄弟和孙德林 带着这几支短筒猎枪 在黄姑区华山路 城市信用社第一营业部门前 光天化日之下 抢劫运钞车 卷走29万现金 他们开着前一天 抢来的大发面包车 扬长而去 而那辆面包车的司机 已经被提前处理掉了 那个年代 公安机关对于这种 随机犯罪的行政手段有限 破案率不高 之前的那节 俯顺出租车命案 以及之后的一些盗窃 抢劫案件 都没什么进展 孙德林等人 一次次得手 却毫发无损 再加上前来得太容易 挥霍无度 他们作案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 他们几经努力 在1995年 终于经由广西边境地区 进入了越南盲街 买到了梦寐以求的强兵器 两把军用手枪和弱杆子弹 由此 猎枪升级到了军用手枪 孙德林说 只有热兵器 强兵器 才能干大事 也能和公安对抗 否则都是小打小闹 90年代中期 沈阳进入了 那个所谓漫长的季节 大批产业工人经历了下岗的阵痛 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铤而走险 而一些靠辛苦付出改善了生活的人 则面临着前者的威胁 在为买枪而筹集资金的阶段 孙德林等人的猎物 主要是沈阳两个文明全国的 批发大市场 一个是武爱市场 一个是南塔携城 凌晨四五点 这些勤劳的小商户早早起来 准备开始一天的经营的时候 突然就遭遇了孙德林等人的入室抢劫 三八劫匪是既谋财也害命 对于那些保财反抗的目标 他们基本不留活口 而彼时呢 中国北方地区刚刚富裕起来的群体 钟爱着某些相同的炫耀方式 比如呢 男性喜欢戴大金链子 女性爱穿貂皮大衣 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爆发户的炫耀 也是犯罪频发的一个诱因 汪家人后来曾提出过忠告 说那些挣了点钱的个体经营者吧 别把富贵都显摆在外面 恨不得脚脖子上都挂着金链子 而市场经济在东北推行的初期呢 作为共和国长子 国企比重很大的辽宁省 一时难以适应 一度处于社会休克和抽搐期 出现了失序状态 在沈阳市彪悍的底层市民中 有许多类似孙德林 汪家人这样的小团伙 干一些要么坑蒙拐骗 要么杀人越货的勾搭 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呢 逐渐成长为黑恶势力 甚至通过权钱交易 找到基层官僚做保护伞 从街头混混进入商业领域 比如著名的黑社会首领刘勇 而如果把尽头啊 向社会阶层的上面要去 入化的呢 则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 社会精英及国企高管 利用经济发展出其制度的缺陷 攫取大量财富 比如杨冰 元宝景啊 而再向上啊 则是与他们进行 权钱交易的 辽省高端官僚阶层 以现在来看呢 同样是铤而走险 以命相搏的群体啊 他们的贪婪和狂妄 是其他地方的官场 很难见到的 底层民众在生存线上 苦苦挣扎 社会豪强 各线神通风云际会 三八大案 刘勇案 木马案 元宝景案 杨冰案 浓缩在千禧年前后的 十年景观中 一幕幕大戏 在辽省大地接连登场 令人目不暇接 共同组成了那个时代 独特的社会画卷 我们的系列节目 将为大家一一展开讲述 在那个社会转型时期呢 沈阳啊 经常发生出租车抢劫案 多数行凶者 是为了抢司机手里的钱 或者把车卖掉 也有的是像孙德林团伙一样 抢车啊 只是为了实施更大的犯罪 汪家里后来接受询问时啊 坦白道啊 这样的情况 出租车司机是必须死的 不可能留活口 那时候的沈阳呢 很多司机晚上不敢出车 要么就得带上一个强壮的朋友压车 孙德林呢 原本是不屑于再去抢出租车的 他的原则是啊 要干就干大买卖 比如抢劫银行等金融机构 干一票够吃喝好几年的 不过啊 他很快就发现 这个团伙中的其他人呢 大多数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货色 1996年初呢 汪家里几次带着各个汪家人单独行动 枪杀出租车司机 抢劫香烟市场 每次只是为了两三百块 还有一次呢 抢劫未遂 反而是被追得很狼狈 这种小打小闹啊 被孙德林斥责为作死 而最让他恼火的王文旭啊 不听劝告 作案分得的赃物 转身就去变卖 而且呢 心胸狭窄 下手也不够狠 汪家里看到孙德林是真的急了 就设了一个局啊 逼迫王文旭这个猪队友离开 而在赶走王文旭之后呢 孙德林把当过兵的弟弟孙德松 拉进了团伙 组成了孙家兄弟 和汪家兄弟的新四人团伙 求得了势力的某种平衡 弟弟孙德松啊 和其他四个人不同 他没什么前科 但又觉得这是自己必然的选择 在单位不景气开不出工资的时候 他也曾经经营过饭店 小卖店 但都挣不到钱啊 1996年3月8日 孙德林他们又办了一票大的 这天上午呢沈阳第一饲料厂到了发工资的日子 两位出纳 与安保科的干事以及司机啊 从银行取回了20.7万元现金 就在他们提着现金准备进入办公楼的瞬间 一辆红色拉达出租车冲了进来 三个蒙面人朝他们连开几枪 抢走了钱款 这一切呢只发生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造成两人死亡 一人重伤 警方呢很快找到了被丢弃的红色拉达车 司机的尸体就在后备箱里 他们还在现场找到了几枚弹壳 上面分别刻着3888和1165 与此前几起抢劫案使用的枪支完全一致 于是啊沈阳警方把这起38大案改为38串案 成立了专案组 10月16日和11月19日 沈阳又有两名生意人被抢劫杀害 共有13.9万元现金被抢 现场收集到的证据呢 呈现出了一个简单又害人的事实 还是那伙人干的呀 当时的市公安局局长长旭武立下了军令状 破不了案他引就辞职 沈阳出动数百警力进行了拉网式的大排查 可是38串案了 依然没查出什么头绪 倒是捎带着破获了其他案件迁运器 抓捕嫌疑人数百人 等于撒下了一张大网 结果捞起了一堆小鱼小虾 现场发现的弹壳都是军用手枪使用的 弹壳上的数字38和11代表着生产的厂家 一个是哈尔滨的 另一个是前苏联的 88和65则代表着生产年份 办案人员还特意去俄罗斯研究枪弹线索 得知多数流向的越南 可惜呀 他们没有再去越南追踪枪支交易的动向 1997年年初 沈阳市公安局更换了新局长 杨嘉林走马上任 曾经立下军令状的前局长另有安排 坊间猜测这次换人 其实就是三八大案办案不立 1996、1997那个年份 30多万元确实已经算是巨款了 相当于现在的两三百万都不止 他确实够几个抢劫者花上一阵子了 何况在整个沈阳风声鹤唳的情况下 他们的挥霍也收敛了很多 此后两年 这几个让沈阳警方无比头疼的团伙 如同人间蒸发 没有掀起任何的浪花 1999年10月19日 沈阳繁华的和平南大街 发生抢劫大案 炒外汇的商人曹伦、张德敏 从银行取了两袋现金 共计132万元 曹伦先拎着100万的大袋子往家走 张德敏则停好了白色本田轿车 再把另一袋带过来 可是刚开家门 曹伦身后突然闪过一个黑影 朝他背部开了枪 抢了袋子就跑 与此同时 张德敏也被人持枪追赶 脚下的路面被子弹打得是火星四箭 索性没有打到人 因为已经抢到了更重的那袋现金 歹徒就放弃了追赶张德敏 与另一个接应的同伴 分别骑上了两辆摩托车 逃之夭夭 几分钟后 警方赶到在现场找到了几枚弹壳 而弹壳上面分别刻着 3888 1165 这两个指导现在跟382都对上了 第一是6511 第一是3888 反正如果确定的话 还得回去比对一下 但眼神看没啥 总类没问题的 批号没问题 对于38系列恶性案件 沈阳公安此前采用的是惯常的做法 就是封锁消息 避免引起社会的恐慌 而这一次 杨嘉玲被逼上了另一个方向 毕竟如此大案迟迟没有进展 警方压力大到难以承受 社会上早都传得沸沸扬扬了 事实上恐慌只是在加剧 杨嘉玲做了决断 向社会公布案情 征集线索 沈阳公安局开出的悬赏金额 高达10万 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该公开的 要相信群众 要大胆的发动老百姓 动员老百姓的该公开的公开 我们要动员沈阳市的670万 不穿警服的人民卫视 参与我们此案的侦破 当然了 这也是一次冒险 如果这么兴师动众 还是没破案 警方无疑是把自己架到火上烤 情形会更加难看 但是呢 沈阳警方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杨嘉玲只能赌一把 悬赏在各大媒体发布后没多久 线索就来了 周焕布 一位中年下岗工人 在和平南大街摆摊修自行车 他是案发现场的目击者 更重要的是呢 他还留意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那天出现了 那个人啊 几个月前就多次出现 年纪大概50多 穿着个军大衣 往那一站 就是几个小时 行迹可疑啊 案发这天唯一的不同啊 就是那个怪男人 换了一套蓝色工装 在与警方画像人员的合作中啊 这个周师傅很清楚地还原了那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 给嫌疑人画像呢 是从上海请来的权威画像师 为了保证画像的准确 沈阳刑警学院的专家也根据周师傅的描述 进行的电脑合成 最后呢 警方把两张画像中最令周师傅认可的部分 组合到一起 形成了向媒体公布的画像 画像在媒体公开 随即带来了大量新的线索 一位卖肉的小贩说啊 几个月前 他在市场附近总看到这几个人啊 转来转去 挺可疑的 他们有时候呢 骑一红一蓝两辆摩托车 有时候开一辆小轿车 其中一个人啊 与媒体公布的画像很接近啊 因为市场附近此前发生过结案 警觉的肉贩记下了三辆车的车牌号 根据车辆的信息啊 警方很快锁定了汪家人汪家里兄弟 于画像公布四天后 就对二人实施地抓捕 此时呢 孙德林和孙德松兄弟俩啊 已经在广西了 原来啊 孙家兄弟1988年前往广西 准备再购买一批枪弹 在此之前啊 枪支的支配权 一直是在汪家兄弟手里的 孙德林虽然是团队的主心骨 却没有真正的话语权 孙家兄弟计划拥有自己的枪弹 离开这个已经产生裂痕的团伙 孙德林说啊 有一次做案前 他去汪家兄弟那儿取枪 兄弟俩把各自的枪都上了膛啊 气氛极为凶险 不过他也清楚 哥几个谁都不傻 他们拴在一条身上 发生内讧 干掉了谁 别人很快就得败露 在越南回国的关卡呢 孙德林以携带枪支落网 但广西警方并不知道啊 他是有多起大案和多条人命在身 只是以买卖枪支罪 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 而在广西接应的孙德松 闻讯逃脱之后回到沈阳 按原计划参与完成了和平南大街的那个结案 随后呢 带着六万的现金南下 一心想着花钱打点 把哥哥尽快捞出来 所以呢 1019和平南大街的结案中啊 是汪家兄弟和孙家弟弟三个人操作执行的 他们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 比如在作案地点反复踩点 前后供五次 不曾想 引起了街头观察家周师傅的注意 而和平南大街的败露呢 或许跟主心谷孙德林的缺席有关 如果他在啊 一定会反对三个人 这自以为是的反复踩点 事实上啊 当孙德松带着钱南下去广西探望他哥的时候呢 简单就聊了几句这个1019案 两兄弟都预感到啊 这次怕是真的露出马脚了 10月19日 沈阳警方给广西警方发电报 要求配合抓捕孙氏兄弟 孙德林于是马上被关进了重案牢房 一个转不过身的单间小号 10月30日呢 孙德松也在广西被捕 沈阳警方随即赶到广西 对孙家兄弟突击审讯 然后呢 乘飞机押解回沈阳 11月3日 王文旭在哈尔滨也落网 至此 38案5名嫌疑人 全部归案 对于沈阳38案的报道啊 一度是铺天盖地 但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幕 却从未被披露 破案之后啊 警方兑现了承诺 给三位提供重要线索的市民 奖赏了十万元 但外界只知道 修车师傅和肉摊小贩立了功 另外那十万元去了哪呢 案件过去二十多年后啊 我们MR档案独家掌握到一个内情 原来啊 就在警方悬赏征集线索的那几天 汪家人和汪家里的亲哥哥 向警方提供了更为重要 更为直接的线索 他当然因此拿到了赏金 只不过警方当时同意替他对外保密 其实啊 作为家中大哥 他早就感觉到 两个弟弟的钱财来历不明 没走正道 几经劝阻无效 几乎翻脸 这一次大义灭亲啊 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赏金的诱惑 当然啊 破获案件的沈阳公安 也得到了百万级别的奖金 嘉奖人数超过一百人 一个威胁人民生命财产 十二年的大案 终于破了 我们只是更倾向的认为啊 这个嘉奖 是讲给终于两个字 五人全部落网 办案机关开组马力 以雷霆速度开始了审讯等司法程序 1999年12月14日上午9点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旁听的人描述说 十几个寡妇在万众矚目的法庭 哭成一片 凄惨的令人动容 第二天下午16点20 主审法官宣布 孙德林等五人 全部被判处死刑 或许是因为三八系列案如此重大 又如此特殊 公安机关虽然苦熬了十二年 却并没有催生出冤案 没有人成为替死鬼 要知道那些年啊 被有意或无意错判的命案 并不是小概率事件 当然了 在审理过程中呢 有一个嫌疑人是不断为自己民冤教区 那就是王文旭 他呢 早在1994年就已经脱离了犯罪团伙 之前参与的十多起案件中呢 他也没有可查证的杀人行为 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王文旭 在辽阳掐死一名出租车司机 孙德林等同案犯表示呢 那位受害者并不是死于王文旭之手 但是也许王文旭等人忽略了一个事实 按照中国的刑法 抢劫和参与故意杀人 以示重罪 并不是亲自实施了杀害 才会被处以死刑 最终啊 请了多位律师的王文旭 还是被从重从快的处决了 审理过程中的另一桩民冤教区 来自庭外 格外的令人唏嘘 孙德林归案后呢 女儿无论如何不相信爸爸 是一个命案累累的人 在探视的时候 她问爸爸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孙德林告诉女儿 我从来没干过那些事 女儿选择相信了爸爸 她逼着妈妈变卖家产 一定要洗脱爸爸的不白之冤 她甚至为此绝食好几天 而那个曾与孙德林离婚的女人呢 在女儿的努力下 又与孙德林过到了一起 依然很有感情 其实在独立抚养女儿的那几年啊 孙德林也是尽到了父亲的本分 日常生活中 她极力保护着女儿 爱惜着女儿 据媒体报道呢 就在实施了沈阳第一饲料厂 杀人抢劫案的中午 她还赶回家为女儿做了蛋炒饭 案发后啊 孙德林遗憾地说 搞来的钱 很多都留着装备自己 总觉得会干更大的买卖 她没有拿出钱 才来提升自己家的生活 以为好日子还在后头 审讯期间的母女俩人 真的卖了房子 固执地相信孙德林是无辜的 他们不想失去一个好男人 原来我没想到能走到今天这个 没想到这个要这个受审 就想了 我以为这边犯事了 就是拼个御师网络 最后实在脱不了身 就自己制裁了 就完事了 没想到有事情 但是话又说过来 既然有这天 我想的也挺开 总得有个交代 什么忏悔了 孙德林身上体现的人性的复杂与多维度 使得国人眼中所谓的杀人恶魔 变得丰富的起来 也更加接近于真实的人的样貌 现在咱们要来回顾一下 孙德林等五人究竟犯下了多少罪行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但互联网的记忆又是靠不住的 我们查到的沈阳公诉机关的罪行摘要 指认孙德林等五人 在12年里作案33起 杀害16人 治伤4人 获得赃款200余万元 但是在另一些所谓的三八大案记事中 对遇害的人数有不同的表述 有的说是21 有的说是24 更离谱的是受伤人数 有的说法是40多人 不知道是不是把他们小时候 打架斗殴也算进去了 无论如何 这起系列案件 持续时间之长 作案性质之恶劣 社会影响之剧烈 在中国都是罕见的 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1983年的另一期惊天命案 那就是二王案 同样是沈阳底层人所为 同样是随机性极强的抢劫与枪杀 而在那个年代 沈阳及周边城市 类似的连环命案 绝对不止这两起 也绝对不止是个位数 很多案件都与三八系列案 有相似的特征 而且是完全不及后果 他们何以只对家人 才露出人性的一面 而对那些宿命平生 跟他们体量相近 体温相同 语言相似 活蹦乱跳的生命 却说灭就灭 且如此残忍 如此轻松 那人无法理解 沈阳人怎么这么狠啊 宣判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孙德林一直很坦率和淡定 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段话 是这样的 生活这玩意就要活 慢慢惨不过的 老想一步当别的 你对那些男子的家属 希望他们 别够我学了 对不起人家 谁也对不起 你对那些正在犯罪的人呢 他们可别凶 对于受害者家属 你想留下一句什么话 有吗 俗话可以用这些人 一审宣判后两周的那一天 结束五名暗犯生命的枪声 迫不及待地划破了沈阳的天空 那一刻距离新世纪的到来只差两天 在迎接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前 沈阳市市长穆随兴 在二十一世纪广场郑重地埋下时间胶囊 里面有他写给一百年以后 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我们不知道他如何向未来描述 沈阳当时的社会现状 而我们知道的是 当时副市长马向东 已经开始被调查 穆随兴案也在新千年到来的 近三个月后爆发 引发了震惊全国的穆马案 而作为沈阳广场合报的前奏 与木马及一众高官有着紧密勾连的 沈阳黑社会头目刘勇 先被拿下 刘勇案比三八大案层级更高 也更为触目惊心 还请大家继续关注 M2档案特别节目 东北往事的第二集 沈阳第一黑社会 刘勇案